眼前的少女是我的师妹 而我一大清早便带她前来退婚 她的未婚夫一脸不可思议 毕竟她是萧苗 乃是修真界公认的天命之子 可你以为我们是来和你商量的吗 我小师妹可是有大地之资 未来必能翱翔于九天之上 而我灵溪峰养的狗子境界都比你高 你哪点能配得上他 丁 系统提示我获得相应反派点数 果真只有采这些天命之子反派之才来的最快 我叫林北 不久前来到这个九州大陆 并一举成为青云棕林西风的大弟子 而原主从小便好好学习 长大后又天天向上 按正常剧情能活过三级才管 本来想调整人设哪只反派系统不请自来 通过说明书得知 我只配成为那些天命之子的踏脚士 可只要完成反派任务便能扭转结局 所以宝子们一定要理解我 这是一枚结音单 就当是我师妹退婚的赔礼好 不过以你这废柴资质看来这辈子都用不上 萧家主大惊有此单 萧家将拥有一名原因强者 萧淼怒道 够了 就算我现在不行 但我也曾在16岁便踏入住基 而你们那时又是什么境界 我分住师妹告诉他你几岁住基的 师妹一脸崇拜祭的师兄好像住基在13岁 而我在你帮助下15岁才突破 听完萧淼到新备受打击气韵也随即降低 随之而来我也得到好处 趁热打铁再加一把火 萧淼如果我是你哪还有脸坐在这里 至于小师妹的父亲 应该如我这般盖世英雄才对 师妹也极其佩合 原来他喜欢上你才要与我退婚 气急下萧淼准备一掌把我送走 却见一只小脚轰在他的脸上 我师兄也是你能动的 难道你林北只会躲在女人后面里 有小师妹保护需要我亲自动手吗 林北 奈兰紫云 你们给我听着 三年之后我闭上青云宗讨还今日之女 而这次换成一只大脚 你们青云宗弟子只会这一招吗 而我想不通这些天命之子为何都这么重啊 下一刻一阵相风袭来 仙子无比关切萧淼哥哥你还好吗 原来是天命之女 果然这天命之子的气韵没这么容易打压 务必要斩断他们之间的联系 上一秒还不肯退婚 下一秒又对头怀送到来者不惧 可惜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了 仙子则表示哥哥莫要让气得逞 你林北十三岁又算什么 想我九岁便已达到助击了呢 这下天命之子内心彻底崩溃 被打击到倒地不起 我不由赞叹好助攻 难道这妹子是我一对 姑娘说的对在下天赋 确实一般有机会还请姑娘指教 天命之子则万分不爽猛地将妹子推动 而后羞愤地跑向屋外 仙子则紧随气后追了上去 时间来到深夜 我知晓今晚的机缘会让萧渺重新崛起 这种机缘你把握不住的 还是交给我吧 而池水中果然现出动静 天命之子又是气急败坏的模样 丹老你莫非骗我 这湖底全是石头哪有什么机缘 老者无与自己的推算则会出错 不远处我望着抢先一步捞出的灵河 不愧是天命之子 随便一个机缘都是仙气级别 此物为四方灵河可提取所有灵物精髓 而化为原始 得意见没注意身后献出一道美丽的身影 仙子娇贺怎么又是你这家伙 你为何鬼鬼祟祟的在萧家后山 今日姑娘的倩影在我脑海挥之不散 长夜漫漫无心睡眠 不知不觉来到这里竟又见到姑娘 仙子大怒我看你就是来对萧哥哥不利的 说完郊区闪动就要赏我一个大嘴 手臂却被我牢牢控制 姑娘气大伤身 而你若问我爱你有多深 月亮他代表我的心 还好穿越前没少看狗血剧 一套组合拳下来 就不信你不动心 开局带师妹向天命之子退婚 只因我穿越便被绑定反派培养系统 只有不断抢夺天命之子气运我才能保住小命 就在刚刚 仙萧秒一步我取得灵气哪只被谷月当场抓包 知晓仙子对萧秒死心塌地 我也只能祭出土味情话 就在妹子摇摆之时 其守护骨修感到病大喊嘴下流人 而我哪里想到仙子身边竟隐藏如此强者 感知我貌似要被刀掉系统教我自救 原来谷月被种下滔铁水种三年 正是萧秒的守护丹臣下的黑手 谷修询问小姐如何将我处置 刀了它 绝不能让它影响到萧秒哥哥 眼看老者领命就要动手 我大喊住手 我对谷月小姐还有话说 说什么说 破情话土的吊渣 可当听到谷月体内种了谷毒两人为之一了 滔铁之水 十大溢水之一 其种子正在你的丹田之中 不幸小姐您让这老头查探一下 仙子将信将疑随即盘息而坐骨修 则缓缓运起内 不多时老头震怒这小子说的不假 谁人胆敢把我家小姐当成谷底 而我提醒可从萧秒那里寻得答案 为求真相我们三人暂时和解 可老头你查探时要小心萧秒身边那个原因老骨 小子你住口 下一刻谷月提醒萧秒哥哥有动作 只见所谓天命之子正施展滔铁之水秘法 练妖术 随着赤色虚影在其身后陷处 一只斑斓猛虎周身腾起火焰 不多时便被炼化的无影无踪 谷月不敢相信白月光哥哥真是饕贴之水的主人 我则无语这种剧情为何都会下雨 而当问起老头能不能帮我解开绳子 却换了一顿亲切问候 不解就不解你凶的毛线 反正通过将两人离间我又有意外收获 灵溪风中小师妹为我考好从萧辅顺走的神鸟 师兄去哪里的为何没在房间 此刻城中某房间内 我一脸无语这两人为何还不把我放 而狗系统竟发布攻略谷月任务 并提示如若失败会被抹杀 天命之女又是那么好攻略的吗 而谷月那边四来想去或许萧淼哥哥并不知情 一切据是他身边原因所谓 谷修则表示小姐说的没错 听完我正断绳索事实摆在眼前还不承认 妹子长得挺漂亮却一副恋爱脑 还有你一把年纪修为虽高奈何智商低下 退一万步就算饕贴之水是那原因所谓 可现在萧淼已掌握秘法而你是他的谷顶是不争的事实 再说一个原因弃灵魂要谷顶来做什么 听完仙子再也忍受不住 哇的一声哭得梨花带雨 我不仅夺了天命之子萧淼的契约 还让萧淼的迷媚看清他伪善的面孔 由于伤心过度 谷月在我怀中抽气不止 从小一起长大 萧哥哥居然是这样的人 而知道被他种下毒 之后我一直强行用家族一伙试图将其烧掉 谷修大惊小姐你这样只会引起他的反噬 而系统刚刚发布攻略谷月任务 如果失败我会马上遭到抹杀 如果他记了我还攻略个毛线 系统把可以封印饕淘贴水肿的东西列举出来 每个都是天文价格我顿时无语 你觉得我买得起吗 等等 这个是各自在对方丹田种下封印 看着还不错 最主要是有了理由和仙子近距离坦诚接触 嘿嘿嘿 另一边谷修尝试用真气将水肿逼出 拼了自己这把老骨头也不能让小姐有事 莫作无用功 如果不想你小姐有事就乖乖出去户 小爷我自有办法救他 老头无奈只能信我一次 可小姐若有闪失 老夫定将你挫骨扬灰 之后剧情枯燥我便不再多讲 三个时辰之后谷月缓缓睁开眼睛 避懒群山之后我也心满意浮 说到你终于醒了 仙子先是看向我而后 目光向下一动 随后耳光与嘴巴齐飞 我的帅脸便变成这个样子 给我等的三个月后必让着 小妮子沉浮于我 母亲快看 是猪八戒 昨晚去肖家浪了一晚 那蓝紫云探出头来 师兄快详细说说你是怎么浪的 看起来有人忘记他的小师妹了 恩傲的谷月仙子此刻无比忧伤 只因天命之女错爱上肖淼那个伪君子 我也因他对肖淼大师所望白嫖不少反派之 返回宗门的非洲之上 我开始沉思起来 这个时期的肖淼已经耗不出一点气韵 我又该去耗谁的羊毛了 正在我范畴之际 却发现谷月也跟了过来 到了我的地盘 胡小姐不怕我吃了你吗 仙子楚楚可怜 反正你都已经把我看光了 我不由怀疑自己是不是有些过分 同时系统提示攻略仙子进度增加10% 谁料这时那蓝紫云闯了进来 什么叫你把这女人看光了 随后一股杀气在我身后燃起 师妹缓缓抽出佩剑 结果我又挨了一顿胖揍 而一声乍响将我解救 看着下面燃起的竟是石火 原来是爱吃矿石的超弩兽龙在下面撒欢 此刻正攻击着一只球形生物 我华丽登场一招解决了超弩兽龙 貌似师尊可爱吃这玩意了 刚好带回去当礼物 而球球露出崇拜之色 另一边非洲之上 师妹大怒快去找你那个萧苗 伍岳则会呛你凭什么管我 我看你是看上我师兄了 不说才没有 我推开门问到你俩在做什么 两人却反问你那是带回来个傻 我问起小家伙你从哪里来的 然后装作听懂 明白了 你被袭击了 然后你很害怕 然后我这个帅哥出现拯救了 你很崇拜我 古月疑惑你为何能听懂兽女 师妹则让我问问她叫什么 名字吗 系统出来科普一下 查看她的资料需要一万反派制 你怎么不直接去抢 看她一直压压压 那就叫她压压好了 只是查看资料就需要一万反派制 看来这个家伙来头不小 算了以后慢慢研究 两天之后终于回到宗门 子云依旧看不惯古月跟在后面 古月则表示我拜访 碧云仙子你管得着吗 大鹅好久不见 来比个心 大鹅嘎了一声 抱歉我和你不熟 不熟是吗 那现在熟了没有 啃着额腿我被嘈杂之声蜥蜴 又到了这个时候 真是怀念啊 十年一度的收徒大会之后 估计我又多了不少师弟师妹 系统却提示检测到天命之子就在附近 难道是萧苗隐藏身份来我青云宗偷师 却不知一个猥琐的家伙正端着一台法器 上面竟显示青云宗重师姐师妹各自群方值 不愧是修仙宗们 有这么多群方值超过70的仙子 书仙 如果我将青云宗全部仙子炮到手 境界可以提升到什么程度啊 法器上则显示合体七 而九州大陆修仙共分八个境界 先是炼器 而后助击可预见飞行 经单原因就比较少见了 合体七则是元神与肉体合二为一 最后经过渡劫便到达大城境界 只有超级宗门才有合体七 只要我把青云宗都变成我的女 那我岂不是可以为所欲为吗 而老六哪里发现我已站在他的身后 原来是新的天命之子出现了 寒宗 练器七身怀质宝但有手好险 拥有炮妞就可以变强的质宝群方路 天道真是搞笑 连这种货色都能成为天命之子 系统发布任务为了保护宗门姐妹 请宿主务必夺取他的法宝 成功奖励八万反派职而失败 也没有任何惩罚 我才不信你说的鬼话 狗系统肯定又在给我挖坑 另一边老六到处寻找群方值90以上的仙子 刚刚那些虽然不错 可最高也才有89 却见一位仙子如九天下凡一般 正是灵溪峰师姐独孤狱 法器显示其群方值高达99分 故意少给一分是怕仙子骄傲 而若将其得到老六可直接迈入金丹七 独孤狱嘛 我来了 哪只仙子竟直向我走来让老六大为不爽 敢接近我的女人 我要记了这个家伙 而我问到师姐怎么是你主持招星大会 师尊他人呢 师尊在闭关所以派我来 闭什么关 估计又去儿童乐园完了 乐园中师尊打了一个喷嚏 肯定是林北那家伙在编排我 等招星大会结束 人家要让他知道什么叫尊师重道 我居然遇到比我林北还要反派的反派 不仅能一眼看透女修的群方值 甚至还想把我冷念的师姐收入囊中 此刻宗门试炼他再次进化出魔性之帽 让一众仙子为之扰乱到心 随着悠扬的钟声响起 第二百五十届收徒大会正式开启 下一刻主持人闪亮登场 本次大会第一关为海岛秘境 总共有十个海岛 而每个岛中可容纳一百名弟子 通关条件是 找到三个隐藏其中的道具 道具可以争夺 因此每座岛上将有三人能够胜出 当然在争斗过程中 各位并不会真正死亡 败者会立即消失并回到广场 而我各位风主会在大屏幕下 观看各位的表现 我暗想一般来说第一关会非常激烈 但这个叫韩宗的家伙却实属异常 此刻他面对的是一对情侣 师兄表示看到你 内心深处便涌现一股欲望 他在督促着我赶快把你刀了 而韩宗脸上竟浮现出诡异的纹路 下一颗血色之花悄然绽放 师兄露出不可置信的表情 云妹 你这是为何 而女修紧紧握住刺中师兄的刀笔 师兄 人家不许你冒犯我韩宗哥哥 宗哥哥我说的对吗 望着屏幕里众女修纷纷为之败道 这是个危险的家伙 应该想办法除掉他 可我却不明白 为何会突然对他产生杀意 宗主紫霄真人此刻也是眉头紧锁 内心生出一股莫名的焦躁 宗主 你也有这种感觉吗 老夫也同你们一样 而另一边却大不相同 清莲丰主一反常态表示 看着小伙子很是瞬眼 甚至有一种享受他为徒的冲动 不如破掉我清莲丰不收男弟子的规矩好了 师姐独孤欲也有同样的感觉 可直觉告诉他 事出反常必有妖 昨天还不是这样 难道是他获得了什么新的能力 系统快帮我更新韩宗的面板 我这才发现老六脸上多了一道密纹 正是魔性之貌 可瞬间让异性为之扰乱到心 可怕的是每施展一次 他的气运也会随之上涨 作为山寨反派 此刻我很是狼狈 因为冒犯几百岁的罗里 我差点被安详地送走 而当看到拥有魔性之貌的韩宗 指挥完沙雕的师尊都差点乱了星星 而就在刚刚 秘境中所有女修皆被韩宗迷惑 只因他不仅有专门泡妞的法器 此刻脸上又净化出魔性逆纹 男修看了想揍他 女修看到则瞬间对其欲罢不能 甚至对自己男友大开杀截 只为得到韩宗一句夸奖 云妹你为何要背叛 我不是说好要做神仙道理吗 而妹子早已乱了星星 你这家伙居然敢用脏手碰我 我的心只属于帅气的韩宗哥哥 最后妹子癫狂到连自己也不放过 只因师兄刚刚碰了他的脚便 准备将其堕点 韩宗表示没必要洗干净也行啊 秘境外我意识到 如果不将群方路毁掉 别说现在秘境中那些女修 恐怕连师姐师妹甚至师尊 都会变成这般怪物 另一边师尊在游乐场费了好大功夫 这才堆成一座豪华的沙雕 可还没开心几秒 就因为我的到来而彻底毁掉 我正疑惑为何会增加反派质 下一秒身体便被师尊牢牢控制 灭徒 你将落实不会看着点吗 快说 为什么这么急着找人家 我则安详地表示 试炼大会混进一个怪人 扬言把清云宗全部妹子收入后宫 包括师尊女胡说 我要做了她喂猪 师尊啊 要不你给我个痛快吧 碧云仙子则拉起我原地起飞 师尊能不能慢点小弟真的晕机啊 而此刻广场内竟是被韩宗夺爱的男兄 鬼哭狼嚎声此起彼伏 主持人询问各位心情如何 重男怒吼非常烦躁 那我们的目标又是什么 消灭蛀虫 打倒韩宗 这是空中流光滑过落地之声 震耳欲聋 师尊庆祝完美落地要不要给个满分 而当看到秘境传来直播 仙子也是一惊 果真如孽徒所说那般古怪 连我的潜意识里都对这猥琐老生出一丝好感 林北既然你能看出古怪 那你知道这是什么能力吗 而我擦着帅脸做出回答 魔性之帽们这就有点麻烦了 不过万幸这家伙只是炼气七 否则修真戒又要掀起心风血 根据宗门古书大平风土记记载 在上古时代出现过有着魔性之帽的化神七男子 他基本将当时整个修真戒的仙子 都变成自己后宫 然后与其他男修展开长达数十年的战争 我十分好奇那后来怎么样了 后来在佛门开发的人间清醒喉下 大部分仙子被唤醒 然后大伙齐心合力将他干掉 最后骨灰都被仙子们扬了 男人的系统可控制女孩心智 并指挥他们攻击最爱之人 可我有克制他的技能清醒之后 再送我一门一大力跑 瞬间便可让一众女孩清醒 就在刚刚 韩宗在秘境为所欲为最后控制所有妹子 通过观看实时播放 广场中一众女修也为他魔性之帽而变得疯狂 众男修则想将他大卸八块 甚至连冷傲的独孤师姐都轻呼韩宗的名字 碧云仙子暗道不妙 只有佛门才会清醒之后技能 可若请他们过来需要不少时间 怕是已来不及 而我偷偷询问系统商城 可有此门心法 界面显示需要2100点反派制 随着教育成功 我很快便将其学会 师尊莫要着急 碰巧徒儿学过此门心法 仙子不解我都不会 你又是从哪里学的 而我灵机一动 以机缘巧合搪塞过去 且不管你如何系得 但以你助机修为 无法将大家唤醒 为时便助你一臂之力吧 说完仙子取出一尊巨大的童钟 而我郑重地接了过来 与其组合成为一门超级意大利跑 在其加持下我的声音提高八百多度 场中众人具备我嘶吼之声所唤醒 宗主清醒过来表示 好了好了 别鬼叫了 师尊则向大家解释 刚刚发生的事情 众人赶到后爬 务必要将魔性之冒者消灭 否则上古时代的惨案 怕是要在我青云宗上 宗主则表示 此事关乎宗门安危 我这就进入海岛秘境 可若有他人出手系统 便判定我任务失败 宗主请慢 这件事何须您老人家出手弟子去办就好 师尊也表示 林北说的不无道理 况且只有他会清醒之后 是对付魔性之冒的最佳人选 宗主随即同意 我等在外布置禁锢阵法 林北务必想行 宗主请放心 毕竟这不用当反派 便得到反派职的任务可不多见 很快我便进入海岛秘境 而韩宗左拥右抱寻找下一个目标 当看到是我 他震惊怎么是你这勾到我娘子的家伙 我反应过来 刚刚正是我挡住师姐不让他接近 见到你真是太好了 所有和我女人接触的男人都得死 韩宗随即命令被控的女修向我杀来 而我当然又是施展一通鬼叫 随着智商重新占领大脑妹子昏昏沉沉 好好运林北师兄怎么来了 我刚刚好像捅了我的晴朗哥哥 我也是 我貌似背叛了黑土师兄 见状韩宗大喊 你俩说个毛线快刀了这个家伙 我则告诉他 众人已经清醒你的魔性之貌不管用了 而宗主与师尊也趁机将所有人移出海岛 此刻这里只剩韩宗与我 正好都是拥有系统之人 而他这个练器器小卡拉密又怎会是我对手 下一刻他的系统询问是否需要提升境界 代价是扣除群方值两千点 好 等我出去俘获更多妹子再将亏空无上 而我则是一惊 看来战斗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我凌威寿命来到秘境 只为替宗门铲除祸害 本以为会受到万众瞩目 哪只众人把我望到九霄云外 几天后师尊才想起还有我这个徒弟 而就在刚刚 韩宗再一次升级战力 临北是吧 这下看你还怎么嚣张 说完韩宗发起攻击 而我用科目三轻松躲避 就这两下子 还以为你有多狠 韩宗怒骂有本事 别躲让我一阵无语 不光要躲 我还要揍你 说完我猛的月向半空 这是一招从天而降的掌法 正是我刚刚消耗一千反派止血的 下一刻韩宗被强光刺到睁不开眼 紧接着被我的蛤蟆神功相近地面 不得不说 这个家伙闪避之为灵吗 而随着神功消散 我从太奶都认不出的韩宗身上 找到群方鹿 却又被他一把夺回 我怒骂都成马赛克了 你还不死 而韩宗握着灵气 我可是天命之子 未来可是君临天下的大修士 说完他大吼群方鹿赐我力量 我愿将一切都奉献给你 我疑惑什么鬼啊 怎么还会二阶段变神 而韩宗真的成了半人半狗 寻方鹿 红粉骷髅 此刻进步法阵中 明显能看到补架中的金丹 宗主大惊看样子 临北有威胁 师尊碧云仙子 则表示师兄无需担心 小林子向来机智想必 还有后手 而长老依然紧锁眉头 即便如此 我等也要做好随时介入的准备 镜头回到秘境 韩宗得意我可是金丹七 你没有胜算 一番操作后却无事发生 此事不对 再来一次 可依然无事发生 我露出三分蔑视七分不屑 像他科普金丹主人 会在其表面留下痕迹 成功晋升金丹七那些痕迹 便形成悬而又悬的秘纹 可你的金丹一眼望去光滑 无比明显就是假的 韩宗感觉受到冒犯 就算是假的 我也是金丹七 总比你这个只会逃跑的家伙强百倍 说完我俩又陷入混战 而师尊猛地想起 有个徒弟正在打架 宗主看着水晶球说道没事 还是一个在追一个在跑 等等 他们好像停下来了 秘境中我俩来到一片空底 不逃了吗 你这家伙终于放弃抵抗了 而我表示不是不跑 只是没有必要 说话间我轻松接下他的一击 其实我一直跑的目的 就是为了消耗你的灵力 毕竟你这种假金丹 如果缺乏足够灵力支撑的话 可是会崩溃掉的 我随手便引发惊天意想 让师尊都称赞我这个徒弟果然极品 而这一切只不过是我偷偷翻看了 几眼震惊的秘境 请客间心神荡漾随即突破境界 就在刚刚 我把韩宗消耗到没了灵气 继续打我呀 嘿嘿没力气了吧 说完我一把将他的手臂扯断 随后便听到韩宗对我的亲切问候 我表示你能不能有点素质 如此便一口气了解你算了 还有你错就错在 敢打我师尊与师姐的主人 下一刻砰的一声 系统提示宿主消灭天命之子 因此其剩余气韵 全部转移到我的身上 获得大量反派值的同时 也获得他的法宝群方路 待其系统升级后 还会有更多新的功能 而回到秘境之外 我对师尊表示信不辱命 师尊也破天荒 对我竖起大拇指 宗主说到作为奖励 你可提前进入剑法阁 挑选任意一本秘籍 而以往都是到金丹七后 才有资格进入 这次赚大了 同时为了消除韩宗 带来的恶劣影响 星云宗重新举办收徒大会 最终有二十人顺利通过考验 而尘埃落定我来到剑法 里面的秘籍简直让人眼花缭乱 剑法链体吗 有师尊在以后肯定不缺这个 担法和弃法 有系统也不缺这个 而镇法区域前 这个标语写得很是拉风 我无语这笔记绝对是师尊所为 况且也就他这么无聊 下一刻我目光扫上不起眼的角落 这旁门左道又是什么东西 片刻后我内部争气的鼻血便流了下来 想不到这些修仙者竟如此会玩 老前辈的精美化工 真是令人佩服 如果真带这些出去肯定会被师尊打死 貌似还有好多 只是观摩一下倒也无妨 两天三夜之后 我悔恨白白进来一次 完全没有收获 下一刻刺痛的感觉传来什么东西 把我的手指划上 我这才发现是一把古朴的青铜小剑 而其仿佛有灵性一般 下一刻居然金光大作 爆裂的光柱瞬间直冲云霄 师尊与宗主寻着异想来到屋外 这便是师兄你让他来剑法阁的目的 没想到他真的被选中成为传承者 还好剑法阁有阵法 不会让印象被外人知晓 宗主摇摇头知晓又如何 毕竟他还需要很长时间来成长 不过可以肯定他便是我青云宗的青链传承者 至于何时获得青链剑点 就要看他的造化 而屋中随着异象消散我一头雾水 系统解释此青铜小剑名为天之彼岸 是开启青链秘境取得青链剑点的900钥匙之一 并且必须集齐900钥匙才能进入秘境 随后战胜其余八个传承者 才能获得青链剑点 好严苛的规则 还有我如何找到其余八个人 不过我记得系统好像有个商场 不多时青链秘境被系统强行开启 其中的剑点搜的一声 弹出下一刻便来到我的面前 消耗全部反派之 我竟直接得到了剑点 嘿嘿嘿 毕竟我是有系统的人 而面板却弹出提示 若想解开封印 请集气九把天之彼岸 或者消耗90万反派之 我顿时无理 成功果然没有捷径可言 我一头败倒在内兰紫云脚下 而和他一起的还有天命之女鼓越 我只好引爆迷雾 只因系统发布任务 不能让两女识破 而一切要从刚刚说起 因为消灭韩宗被奖励进入密法阁 我耗费全部反派之 直接兑换青链小剑 可倒霉系统却告诉我 若想解开封印 仍需集气九把钥匙 或再消耗90万反派之 而九州大陆分为普通修折 与传承修折 普通修折只能按部就班修制 可青链剑点只会挑选传承修者 要求其筑基石便汇聚普通修者五倍的灵力 并在他们丹田中锤炼出两枚金丹 一枚球状另一枚则是剑型 即使达到原因 他们也会与宿主一同成长 最后在与九人中挑选出 最强也是唯一的青链传承人 而我打断系统赶快推我反派之 不然小爷一叔拍死你信不信 却听系统表示 谁让你不提前问我 忧呵 破系统还敢顶嘴 发泄完怒婆 我也只能面对现实 就算把丹田压到榨 也最多比常人多出一倍灵力 狗系统有没有办法 有的宿主 方法有三 拥有特殊血脉 修炼特殊秘法 或者以丹药辅助 而看样子 我只能选最后一个选项 不过这次的价格还算公道 而且狗系统虽然不当人 但也真的强大 直接让我成为炼丹师 且貌似是三界 再加上有四方零和提取药物精髓 炼制极品丹药 那不是分分钟的事情 不消多时炼丹房 献出金光 丹田归原丹 可扩张丹田韧性 品级越高 效果越好 我趁热吞了一粒 赶紧吸收药力 将它们引向丹田 成了 丹田韧性明显扩张 可容纳多一点的灵力 趁热打铁 全部吃掉算了 而丹田处则传来 噗哧噗哧的声音 一炉十枚一个不剩 现在丹田至少可以 多容纳五成灵力 不过也不能长吃 估计得歇上几个月 这期间便去方式 买点灵药 炼制些滋养单 来温养一下丹田 丁 看来系统又发布任务 明月当空已是深夜 师妹奈兰紫云 百无聊赖 不愧是师兄 一个人化解了 那么大的危机 听说他进了秘法阁 我要看看他 里面什么好东西 思索间却撇到 树下发呆的谷月 你鬼鬼祟祟 在做些什么 该不会想找我师兄 做上次没做完的事情的 谷月反驳 你把他当宝贝 可我对他毫无兴趣 我劝你的师兄 早点死心 他是不会喜欢你的 我说过了 毫无兴趣 就在这时术后 传来响动之声 让两女同时警觉 真会气 接连遇上两个 鬼鬼祟祟的家伙 师妹大侯你给我站住 你光含有什么用 说完谷月取出小便 一把甩向奔跑的黑衣 边身缠绕脚踝 蒙面人应声倒地 可看样子明显 不想让两女探亲面人 快说 穿成这样又鬼鬼祟祟 你想做什么 却见蒙面人 一言不发伸出拳头 随即打开手掌 一颗珠子缓缓拍裂 哼的一声 硝烟飞散 两女暗道不妙 可挡不住周身变得无力 随着蒙面人站起身心 两个丽人早已昏昏沉沉 不省人事 阿兰师妹和谷月仙子 此刻懊恼至极 因为一点点好奇心 两人不仅被吊在树上 还被绑成礼包 而遮住两人眼睛 是因为我怕暴露 明天被他们打死 扯下面罩的同时任务完成 我因此也获得五千反派制 一切只因我接下倒霉系统任务 便是将两人 吊在树上六个时辰 若是失败 则强制我围绕青云宗 道立古奔 两位挺住 坚持就是胜利 还有别怪我要怪就怪狗系统吧 次日赏武灵溪风中 师妹从山脚把我追到山顶 不知是哪个老六出卖了我 师妹却恼火都把我吊树上了 你居然什么都没有做 我只能感叹她脑回路 果然清晰 只见刚烈女子 祭出灵溪火 而我虎屈一阵 纳兰紫云你来真的 就在即将祭天之时 独孤玉现身 助手我有正事要说 两人这才作罢 一个月后便是三宗大会 师尊决定带领北参加 还有古月小姐 师尊也叮嘱你务必一起过去 由于寄人篱下古月只能答应 月色朦胧 后山温泉中 纳兰紫云和独孤玉慵懒地抛在水里 带有灵气的泉水 让两人无比放松 纳兰突然问起师姐 三宗大会要举办多长时间 我也不知道 难道你舍不得你的大师兄 才没有 我才不会想那个 成天干坏事的臭家伙 不过话说回来师兄 虽然不靠谱 但我总感觉 他是迫不得已的 比如说被什么神魂附体 不干坏事 就会暴体而亡之类的 独孤玉则不以为然 打去说找机会 你去问问你师兄了 说话兼奈兰 听闻一丝动静 师姐我们的衣服又被偷了 肯定是臭师兄 蛋的看来 我们又要找些树叶挡着回屋 另一边我正提着 他们的衣裙狂奔 对不住了两位 系统刚又发布任务 牛郎与之女 不偷走你们的衣服系统 又要罚我道力骨奔 虽然每次都有反派职 可这已是第一千次 干这种事情 就不能给我发布 些正常点的任务 早晚有一天 我要打爆你这狗系统 作为证人君子 我却有个反派系统 不仅强迫我通宵观摩 师姐寝 还比我顺走师妹 八双羊毛短腕 而距离攻略 古月任务时间所剩不多 可如何面对这个傲娇 我很是伤脑筋 哪知当晚 这个天命之女 居然不请自来 如此倒是让本人 省下不少功夫 就在刚刚趁师姐 与师妹不被我 又顺走两人衣物 虽然早已轻车熟路 可我仍忍不住 吐槽狗系统 而作为反击系统 又不下夜取任务 我需要再半夜 于师尊屋顶高歌 非误失败 便强制我果奔 且要旋转加跳舞 我无计可施 只能乖乖照做 师尊院中 瞬间回荡起 五音不全的歌声 而很不巧 师尊被我的鬼叫吵醒 随后便献出 老嫂子一般的哀怨表情 由于系统没有喊停 我也只能继续 却没注意身后 献出碧云仙子那张小黑脸 师尊你好 真的好巧 鬼叫是吧 菊花惨是吧 屋顶献出空天巨响 并照亮整个夜空 师妹疑惑天亮了 这么快就早上了 再睡十分钟 我再起床 而碧云仙子撂下狠话 在感扰民 把你炸成灰灰 任务也终于完成 我只得到可怜的2000反派制 狗系统自从吸收群方鹿后 愈加猖狂 不完成任务 就威胁我以各种姿势果分 清云宗 我严重怀疑这家伙 是因为密法格的是公报私仇 而刚刚回到屋中 又开启明天任务 去街上找不认识的妹子 迎师作对 苍天啊 谁能帮我寄了这傻鸟系统 一个月后三宗大会即将开启 由师尊带队众人 齐聚非洲之前 我说人都到齐了没有 唐老四 未有限 东方日出 古月 怎么少了一个临北 被布条裹成粽子 一般我嘟囔到师尊 我在这里 优贺 看来我徒儿不太方便了 狗你 师尊助你一脚之力 不多时 非洲飞向中洲 屋中我吞去布条 这阵子狗系统 害我天天被人走 要不是我假装重伤 恐怕真得绑成木乃伊 去参加三宗大会了 就在这时系统提示 攻略古月任务即将到期 由于天天挨揍 我完全忘了还有这个任务 倒是正好他也在非洲之上 不过从哪里入手 我根本没有头绪 恰在这时门口 献出古月的深意 看到我别致的造型 妹子经到张开樱桃小组 我心想不错不错 自己送上门来 倒是省了我一番功夫 古月羞红脸庞 大骂我是牛芒 可貌似是你大半夜 闯进我的房间 此刻我正在参加 三宗大会的路上 攻略古月时间紧急 而正好他自己找上门来 说吧 这么晚找我有什么事情 修炼时发现灵力精纯不少 而自己唯一的变化 便是额头这个阴阳所缘举 难道他除了封印饕贴之种之余 还能助自己修炼 系统命我原话告诉他 若想知道答案 需要请紧重现一遍 而我说出后 则奖励一千法派制 这还不好说 我故作证人君子状 古小姐若想知道 其作用需要请紧重现一下 仙子听后若有所思 随后便想起之前 密室中我替他治疗的场景 修奋交加使出一记手刀 被我一招轻松拿下 哪只系统又让我提出 更过分的要求 而我无语还有这么狗的台词 罢了 被古月打飞总比系统 惩罚我果奔青云踪墙 古小姐有句话 不知当讲不当讲 你又想说什么 作为修炼者 对身体的掌握是最重要的 你也不想身体 无缘无故出什么问题吧 做好被打飞的准备 我却听到他表示 说的很有道理 我无语这样也行 不用担心 我们这次可以蒙上眼睛 仙子摁了一声表示赞同 而攻略进度也达到60% 随后内容我不能深度讲解 反正仙子警告我一定要闭上眼睛 不知过了多久 我感觉在阳光下泡澡 并且感觉很是真实 下一刻竟发现这是真的 而古月尖叫我们不是在非洲上 而我又哪里知道这是什么鬼地方 看周围场景貌似 我俩被传送到了很奇怪的地方 时间回到外面 就在刚刚虚空出现一道猎物 爆裂的光柱轰向非洲 而师尊取出灵溪净用来抵挡 只见光照将非洲整个保护起来 直至光柱消散 是扫把头带来不好的消息 我们搜遍整个非洲 也没找到林北和古月姑娘 师尊闻言震惊 不多时屏幕那边宗主下出结论 根据裂缝时间与火焰纹路 他们定是掉进一捕不浴 闻言师尊准备已真身回到青州 再商议救人 而长老连忙阻拦 维持青州五藏新阵 我五人缺一不可 师尊握紧小拳 仅仅一盏茶的时间都不行了 恐怕不行 如果少一人阵法必不 若遇外妖魔趁机 侵入内疆祸及整个青州 对此宗主也很是无奈 师尊不再多言默默 关闭通讯法器 碧云师叔那林北他们怎么办 能怎么办 我只是答应不返回青州再去救人 那我便在此地直接进入魔狱好了 天空之井又大又圆 让古月不由心声赞叹 而井中显然另有一方世界 你先跳 女士优先 古月怒骂为什么不是你先 好吧 一二三 大家一起跳 就在刚刚 我和古月被传送到一伙魔狱 而我十分肯定 一万度的池塘里也会有 哪只从清晨钓到太阳落山 连续三天也没钓到一根鱼毛 古月饿到缩水了 两马也不忘嘲笑 刚刚是谁说自己是青云宗钓鱼之神来着 结果连一条小鱼也没钓到 够了 不要再笑了 就在这时一个生物连同鱼竿一起咬走 妹子大惊是什么东西 没猜错的话是个大家伙 我纵身一跃表示晚饭有薄落 古月挥手阻拦可为时已晚 时间过了很久 妹子不由怀疑这家伙不会真被吃了吧 突然池塘陷出动静 科斯拉的表弟蒂斯拉猛然现身 古月吓到动弹不得 关键时刻一道剑气将怪兽齐境斩断 铁塔般的身体轰然倒塌 掀起的烟尘不禁让古月掩住口袋 而我则是很是得意 大喊起火架锅 还有修炼了清廉剑点倒也方便 手一挥便来一把光剑 再也不用从储物空间往外掏 将妖兽大蟹八块五顺手取出内单 并取名叫他盲火单 而系统提示再来三颗我便能觉醒莽颜 古月无语区区一种不知名的受火 看把你嘚死 不知道的以为你得到一火榜前十的一种 我懒得语气争辩 你以为都像你这种天命之女吗 正准备继续探索我被古月叫住 臭林北 这里一望无际除了湖水就剩零星的黑水 意外来到这里一个月了 我们会不会困在这里一辈子 我揉揉他的狗头说道放心吧 我们一定可以出去的 好好做饭 然后等我的好消息 天命之女露出娇羞的神情 而攻略古月进度也达到75% 虽然夸下海口 其实我心里也没有停 还有肚子好饿 光顾耍酷还不如吃点东西再走 下一刻飘来一股烤肉的味道 看来这片荒芜人烟的红色大地 除了我们果然还有其他人 而香味从一个洞口飘来 可之前路过时明明没有看到黑洞 等我贴近洞口朝里望去 里面赫然存在另外一片天空 我瞬间感觉脑子不够用了 是不是在开玩笑 难道里面又是一个世界 为了验证我掏出一堆没用的小零碎 扔进去看看这里有多深 而时间过去很久 依然听不到落地的声音 一晚上都没触底 看来真的解锁了新的地步 我决定告诉古月这个好消息 而就在我离开之际 一堆东西自空中落下 正是我刚刚扔下的碎片 下一刻古月显然也来了兴趣 真的没骗人家真的是天空呢 进去吗 进去就进去 说完我二人纵身跃下 而这里的景象与上边完全不同 妹子只向远处那边有两座城池呢 难道还有人类生活在这片空间 就在这十密林中 献出三双发光的眼睛 古月感知异样 那是什么东西 下一刻被我猛地推开小心攻击 而攻击引发的能量波及方圆白领 黑暗处偷袭者献出真身 三个头颅竟赫然长在同一个怪物身体 去找每动一步 都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 谁能告诉我 这到底是什么鬼东西 天命之子消秒气到垂胸顿 因为他的青梅竹马 也就是古月的芳心此刻已属于我 而这一切要从刚刚说起 一火魔狱二层 我俩遇到第一三头去 看来不将气打败是过不去 那就打过去 说吧古月使出金龙眼武 而我则用出刚刚学会的青梅剑 妖兽汇聚能量 气势恐怖至极 我瞅准时机插下大宝剑 可不仅没有伤到妖兽 还被气白尾震飞 还好古月挥动皮鞭 把我拉到身边 临被小心 这妖兽修为明显超越金丹境界 形势逆转 我俩由进攻转为防御 青梅顿阵 可貌似不太管用 护照土崩瓦解 五月呼吸急促 此起彼伏 此妖兽气息不弱于我家老祖 没想到最后一刻我们会在一起 而妖兽发起最终攻击我 下意识互助五月 剧烈疼痛过后 我意识逐渐模糊 难道漫画要剧中了 此刻宇宙深处 神秘人表示四方之主的气息 在不断减落 他不能死 毕竟已经到了最关键的纪元 编织的命运既然出现偏差 那就让时间倒流 将这篇动天化为试炼之地 给予四方之主试炼与恩赐 另一边师尊用阵法强行开启裂缝 你们别乱跑 找到林北我很快就会回来 众人面色凝重 避云失输 多加小心 哪只旁边又凭空出现一道裂缝 五月还保持防御姿势 而我则是一头雾身 众人更是呆入目击 林北 林北他在哪里 小悠我在你下面 不好意思 而猛逼的师尊有点猛逼 想要回头又不敌裂缝犀利 我的一生一切陷入寂静 画面切换到非洲之上 我疑惑自己不是死在妖兽之手吗 最后难道是狗系统救了我 还有这个丑暴了的纹身是怎么回事 系统表示本童子绝不背锅 还有你乱送死的行为严重违反规则 这次一死一下扣你五千反派制 以后再犯 惩罚力度将会加大 甚至抹杀 就在这世门口传来脚步之声 五月翘脸微红走进我的房间 其大胆的装扮甚至让我不知死 哪知下一刻妹子更为过分 这段越过 相信大家都不爱看 妹子你难道看来之前错怪的 在魔狱的时候为什么挡在我前面 你是在保护我吗 当然随后的画面大家更不爱看 之后的一段时间 五月与我的修为突飞猛进 同一时间 丹城之中 尽管在家族中遇到一些错证 伪君子萧渺还是仅用数月时间 便获得数个机缘 修为赫然已提升到金丹境界 其天命守护丹老也是心怀滚胎 就在这时修炼被意外打断 心境仿佛受到震荡消缪喷出一口毛血 丹老 刚才我为何一阵心急 仿佛有很重要的东西 永远离我而去了 次日清晨我周身脱离 昨晚的梦好真实 随后我向旁边瞥了眼 古月甜美的像个小妇 悠喝 我翻个身表示看来还在梦里 梦里个鬼啊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只因在一伙摩余我英雄救命 天命之女古月对我彻底敞开心扉 因为虽微反派 但我毕竟还有一丝正能 而随着我与古月感情的升温 同时正排天命之子气韵被我夺取 萧苗恍惚坚决的有很重要的东西 永远的离他而去了 几天后非洲抵达丹城 也正式举办三宗大会所在之地 可一众师弟看我的眼神很是差异 总感觉林北师兄变得与之前不太一样 又说不清为什么 就是整个人充满着人性的光辉 好璀璨 好耀眼啊 直到扫把头向我表示这块武术 一会儿带你去玩 我微微一笑 施主请您自重 平僧已没有那种世俗的七情六欲了 师尊这才感觉一丝不妙 从我嘴里居然能听到如此大意里难道 这个宝贝徒弟到底经历了什么 而收到师尊翻起了白眼 古月满面羞红 搜代思奈 你们俩的难道 师尊表示古月你跟我过来 还有距离大赛还有七天 这段时间大家自由活动 另外今天城内有拍卖会可以过去看看 说话间我便收到系统提示 就是拍卖会将出现天大的机缘 若不能从萧苗手中抢过我就会死在他身 而丹城不愧为灵耀之都果然熙熙攘攘 也不知道师尊叫古月去做什么 毕竟与这天命之女几天 我修为提升快的离谱 放眼望去街中小贩卖力推销林草林丹 而这些都是他们踩自于丹横山中 就在这时不远处貌似发生争吵 听着声音有些耳熟 果然又是萧苗那个家伙 可和他争吵的男人又是谁 童子 给小爷查一下 优贺原来是个妹子女扮男装 我无欲怎么又是一个天命之女 只听萧苗恼火昨天我就和摊主预定好了 你小子横插一手有没有点素质 什么你先看上了 我可是出大价钱先买下的 至于你们之间所谓的约定 本姑娘 说错了 本少爷才懒得理会 而我知晓两人若有过多羁绊 白情没准会变成曾经的古月二号 为了活下去 我必须介入并拆散两人 想往我扔出一块板砖 郑重萧苗后拨棱盖 天命之子扑通贵岛 何方小人暗算 萧哥快快请起 好久不见也不必行此大礼 见状萧苗震怒你居然还敢在我面前出现 我表示咋的 不服 作为回应萧苗直接用出断浪者 我则用青莲宝剑应战 毕竟在第二个天命之女面前不能认罪 而萧苗不愧有天道加持 境界如封了一般此刻已是金丹境界 萧苗 既然这位小兄弟已经前后两清 你就别像的女人一样在这里纠缠了 难道说 光天化日之下你想明强 萧苗大骂嘴强王者手下见真章 今日我便将你斩于剑下一些星球之分 剑撞我全力防御 勘勘接下他的一招 眼看他欲战欲勇 而我则明显差了一个境界 况且以若盛强不是我一个反派能做到 既然如此 我抓住白情的小手 萧苗 你第二个天命之女我也带走了 萧苗立在原地 知晓我这个时候来到丹城 想必是代表青云宗来参加三宗大会的 那林北你便好好享受这最后的时光吧 因为在三宗大会上 我必要血洗屈辱 让你体会一下生不如死的感觉 糟了糟了 我和谷月被他父亲拆散了 林北你听好了 我绝对不同意你靠近我的女儿 你若到连我谷家的大门都推不开 又怎能给他幸福 而师尊安慰我不要生气 因为他已经帮我把老头打成猪头 还有这枚单要你拿去 这是从老头身上抢来 好好修炼师尊看好你 而我只能发奋图强 争取早日将谷家大门砸烂 就在刚刚 系统提示我参加拍卖大会 因为天命之子萧苗又会碰到天大的机缘 随着宝物承上 主持妹子宣布开墙 萧苗喊出零时一万 而我潇洒地表示一万零一毛 那劳资出两万 两万零一毛 见状萧苗口吐分方 下一刻准备用强打只 却被高跟踹到脸上 赶在这里找事 在我的拍卖场没人可以找事 最后一件宝物归临北所 而我不仅成功夺了萧苗机缘 还顺便收破二号天命女白情的豪宝 五天后三宗大会正式开始 师尊一连比你们两宗的人 莫非想直接弃绝 快闭嘴吧小不点 我徒弟谭三毕竟也是天命之子 还有他身上那个兔兔名叫小五 悬疑也面露惊喜看我徒儿萧苗 入场方式都比你们徒儿炸裂 真是头疼啊 天命之子都烂大街了 不过目前首要目的是先除掉萧苗 第一场为炼丹比斗 由我对战赤炼宗 列无极和单元宗的萧苗 而炼丹作为强项列无极先发之人 不仅如此这家伙还超常发挥 呵呵 看来我赤炼宗赢定了 悬疑见话严灵浪话 可不要说的太难 就在这时雷光乍险 而我使出灵力之声 总不能眼看着列无极摔伤 灵北你自身难保还敢多把闲事 看我也把你骨子炸了 师尊大惊怕我受到伤害 硝烟散尽归于平静 我说你得死个毛线 这威力比个摔炮强不了多少 现在轮到我店里面吧 啥意思呢 下一刻萧苗的丹炉变成飞灰 丹老也因抵抗劫雷不得不退回灵体修养 第二场为练气比试宗能由扫把头登场 安心看小弟的表演 三秒钟后扫把头安详的躺在地上 你们清云宗的徒弟真是弱样 希望你第三场晚点遇到 那样你临北就能晚点被淘汰 而随着车轮占比试名单只剩五 我一会这个白琴是谁 就是我了 好久不见了 临北 之前男扮女装人家的真名叫做白琴 还有告诉你一个秘密 这次大会只要进入前三就有神秘奖励 而第一轮次猎无极被消秒 轻松击败 按照规则我下一场比斗便会遇到谭三 严林你那徒弟怎么还不上场 切 他马上就到 而只有我知道他这段时间来不了 此刻在密林之中 谭三急切地寻找兔兔 赛班 不对 小五你在哪里 而兔子早已被我吊在树上 哇 临北那家伙没对你做什么吧 小五你在放光吗 难道你要化醒了 等等 你现在这个装扮化醒 谭三哥哥你不要看我 人家很害羞呢 下一刻一个金刚八笔献出真身 谭三看到我为他兔子一枚强力肌肉化形单 是不是很开心呢 妹子瘫软在我面前场景很是香艳 用不用叫的这么夸张 我只是在帮你疗伤 万一让他们误会我找谁说理去 就在刚刚 我对小五使出强力肌肉化形单 而谭三看起来也很是气呆 随着一声巨响 一只巨汉萝莉出现在他面前 哥哥你到底喜不喜欢人家 谭三吓到魂飞魄散 随着两人分手 我也达成棒打鸳鸯任务 而谭三失去小五后 也失去机缘彻底沦为路人 此刻在另一边 四强比赛萧淼对战白琴 好微妙的感觉 看到白琴仿佛看到彼时的谷月 可如今这些天命之女 一个个都被林北抢走 不仅如此 他还屡次将我羞辱 所以白琴你赶快离开林北 因为你本就是属于我的 切 这话让你说的 好像白琴是你萧淼的一件附属品似的 他的道路和未来都应该由他自己掌握 白琴表示林北说的没错 萧淼气急败坏 妹子不甘示弱 然而境界确实有差 三招过后 天命之女落败 见妹子受伤我很是心疼 你的对手是我 按原定诡计萧淼在笔斗中会大出风头 那么这次我要将她的天命气韵彻底粉碎 哪只萧淼凝聚斗气 金丹意向浮现 而我露出三分比试七分不屑 就你会 我也有 师尊嘟闹我徒儿居然也会藏桌 而随着战斗进入白热 我俩的灵力比拼甚至比肩原因 不对 每一次的碰撞虽然很是细微 但我的灵力都在不知不觉中流失 林北你还嘴不嘴硬 这就是我通过滔铁之水领悟的意向 可以在战斗中吞噬对方的灵力并具为己有 若是你可三的想投我 倒是可以考虑饶你 而师尊在台下却露出轻松的笑容 因为他看出我用出他点的碰碰碗 具象过后 萧淼体验美妙无双 怎么样 爽不爽 特末一点都不爽 众大汗尖叫 萧淼落败 而他从头到脚没剩一根不条 可这家伙真是个小强 都这样了还没到斩杀线 就在这时裁判宣布三宗大会结束 第三名白琴 第二名是萧淼这个老六 我委屈一下当个第一名算了 而我们三个都将获得进入仙人秘境的青竹令牌 时间来到深夜 白琴的闺房中传出朗朗不舒之声 我让他小点声音 以免引起众人的误会 谁让你治疗得这么到位 我的伤势好多 对了 差点忘了正事 我递给他青竹令牌 让他早点休息 哪知在回家的路上 我竟遇到偷袭 臭牛芒 留下狗头 而我用脚丫子想也知道是师姐和师妹二人 你可真行啊 出来一趟又多了一个红颜知己 快说 刚刚那个读书之声是什么意思